嗨 欢迎回来开机店 我是Yuengi 没有错 我们现在在香港 这个是我们香港系列的第二支影片 我们来香港大概三天两夜的时间 然后我们拍了三支影片 很精实的一个拍摄行业 但这次其实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是我们频道呢 算是第一次就是出国拍摄 然后还可以执行自己的企划 这支影片呢 主要要来评测一支 近期话题跟台湾都非常非常夯的手机 就是Vivo的X100 Pro 这支手机我目前在香港拿出来 懂的人或有看到的人都说 哇 好厉害 哇 都对这支期待度很高 因为目前在香港它还没有开卖嘛 那这支手机呢 主要我们会来记录 就是在香港吃吃喝喝啊 还有一个体验 最主要是我在香港呢 大概也是十年没有来了 所以呢可以感受一下香港的一个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游记来看 我们会配合我们的实拍照片跟录影呢 然后一起来做一个完整的评测 所以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看起来咯 然后这支手机最重要的是呢 它其实有搭载菜丝的一颗长焦镜头 采用的是APO的一个设计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目前录这影片呢 就是用Vivo X100 Pro实际下去录的 但是收音是另外收音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哦 还有让导播我们拉一下画面哦 我现在目前距离占了多远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4.3的光学焦段的一个位置 它的数位变加其实也可以到10倍远 其实我们当初有拍一个画面来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们影片就看起来咯 很多人说来旅游啊 就是可以体验当地的交通工具 也是一种旅游的体验 那香港呢 因为它毕竟有文化不同嘛 所以像是它有这种英式的钉钉车啊 双乘巴士啊 还有网钉小巴 就其实它不是双乘巴士 它是那种小巴士 但是因为它不是政府的馆 所以它有一个网钉小巴 那蛮有趣的 还有这个天星小了 也是蛮值得提 而且可以看 葡萄米亚的夜景 我也害怕 奶油手 人家就这么多 超好 很不幸的 我们这么快 回来台湾了 手机的场景 前段的影片呢 我们是带着XC100 Pro去体验香港 那现在来聊聊新的感受嘛 但是先说明这支影片的重点 会摆在影像分析 不会对效能啊 或者是其他的实测 有太多的琢磨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啦 那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于XC100 Pro 会有兴趣都是很关注它的拍摄能力嘛 那这一次呢 它搭载是三镜头 都是5000万画素的规格 那分别采用的是 IMAX989OS主镜头的感光元件 那光圈来到F1.75 然后它是一寸的感光元件 所以这颗主镜头预期来讲 应该是很能打吧 第二颗是5000万画素 它是蔡司有Apple认证的 超级长焦镜头光圈 也有来到F2.5 第三颗是5000万画素 那是15mm的超广角 光圈是F2.0 其实这三颗镜头啊 我想要先特别聊聊 这颗5000万画素的 Apple认证的超级长焦镜头 因为我本身其实讲过很多次 我很喜欢用长焦摄影嘛 那长焦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一个相同的位置 就直接望远去拍摄一个 可能是3倍 5倍到10倍的一个光学变焦 那这一次呢 Xperia Pro它设定的 比较特别是 4.3倍的光学变焦 所以例如说我们带来到迪士尼 我站在远远的城堡呢 其实我也可以拍摄到 像是窗花上面的细节都很漂亮 那再带大家看一段 就是迪士尼的表演 这一段呢 它其实是我们用 一倍的主镜头下去录影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感受出 我们站得离舞台的位置 还蛮有点距离的哦 不过呢 我们利用这一颗长焦镜头 4.3倍 你就可以发现它望远 就可以拍到 米奇啊 米妮啊 布鲁托角色的细节 都非常的清晰 那这几张样张呢 我觉得可以大家感受一下 他们都在表演都在动嘛 可是这个长焦镜头呢 它的对焦速度跟快门 其实很快 它可以很直接的去捕捉到 角色在动作的瞬间 所以他们的动作呢 不会有残影 然后你也可以发现 它的颜色其实是很准确的 所以这一段呢 也展现出所谓的 Apple认证的能力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加了一个 复销色差的透镜 简单来说就是让它有 比较好的一个颜色的校正能力 所以你可以发现像 米妮啊 米奇 舞台上的一些装扮 还有他们穿的圣诞服装 红绿的颜色 其实都很漂亮 在拍摄的时候呢 还可以去防止 景物的边缘可能会有一点虚化 那这以上的这些能力呢 据说他们现在自称 Exebat Pro是 射日旗舰 它说拍摄日出啊 夕阳其实会有 最好的感受 那我们呢也做了一个对照组 一起放上来 我这几天就是 最辛苦 我就拍到这两张哦 那我的对照组呢 当然就是用上我心爱的 S23 Ultra来比较一下啦 坦白来说这两只手机 我觉得在长焦 S23 Ultra它是三倍的长焦 那 Vivo Exebat Pro是 4.3倍 那在长焦的拍摄 细阳我觉得都有蛮不错的表现 不过 可以细节来看的话 S23 Ultra呢 它在细阳 其实会有很明显的光云 有点像鬼影哦 会映照在这个桥上 那这部分呢 其实Vivo就处理的 好非常的多 那拉大建筑去看呢 三星会锐化的很明显 这样子显得会觉得 噪点会比较多 但是Vivo呢 整体来讲就是比较糊 会有一点油画感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 调校运算的差异的不同 但坦白说呢 如果我们单看这两张样张 其实如果以现在手机 可以拍出 这么漂亮的日肉照 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那在这个测试中呢 我也会发现说 Xebat Pro针对像是 类似太阳啊 或强光源的炫光 其实真的会相对少很多 那这也跟他有加入一个 蔡司的Multi ALD的 镀膜工艺有关 过去是ALC的一个镀膜 相比呢 这一代镀膜 他们官方的数据是说 反射率可以降低五成 那我们直接用影片来对比一下 啊就可以知道 这个iPhone呢 那是极端的对照主吗 这不是我在说 诶这鬼影真的蛮厉害的 很像幽浮哦 所以呢也预期说 他的这个镀膜 跟在处理炫光的表现 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你们觉得这颗镜头呢 已经结束了没有 其实这颗镜头呢 它还有一个是 蔡司的浮动镜组的一个设计 它可以去优化 每个镜片间的排列跟距离 所以它可以利用这颗长焦 去做到微距的拍摄 诶很多人会觉得 嗯?长焦?微距? 但我觉得白话来讲就是 你可以站在你要拍摄的物体 虽然是比较远的距离 可是它的对焦距离 因为它可以调整嘛 它可以有一个比较近的对焦距离 所以你可以远远的 拍摄一张微距的照片 那我觉得不一定要去了解 它背后的一些物理特性 但是很简单 你只要在你的相机当中 如果你要拍长焦 你可以开启10倍或4.3倍 一样可以对焦距离很近的拍到微距 但是如果不要想这么多的话呢 它的界面上有一个小花朵 你直接开启 那一样就可以拍摄微距照片了 所以呢你就可以从一个很远的地方 拍摄一个很微小的图案 一样保有很清晰的画质 那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 真的可以拿来偷看一下 那个对面那个同事的文件喔 其实是可以做到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来玩玩看 还蛮有趣的长焦微距 那再来呢 就是不用多提 就是长焦镜头能创造画面特殊的一个压缩感 所以我们再去拍香港的街景 高楼大厦配合电车这类的镜头 就非常的好看 你可以看到高楼大厦那种压缩感呢 很好的构图 那你会发现在像这个界面啊 它的滤镜跟调色也蛮特别的 它可以选择有鲜明 质感跟菜丝自然 那鲜明呢我觉得就很直观嘛 你可以拍摄美食啊花朵啊鲜花 比较有色彩表现的照片 质感就是周围会有点暗角 我觉得我们去香港拍的这种港风呢 嗯 蛮有意境的 那我自己通常其实蛮喜欢选的是菜丝自然 然后来几张美食罩 可以发现菜丝的颜色都很讨喜 啊这家烧鹅齁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吃 你看这个美食罩看起来其实 嗯嗯嗯 它已经把它拍得不错了 现场看呢 更普通 可以锁定我们第三支的香港影片 带大家吃美食 推荐真正好吃的香港烧辣给大家 再来它还有一颗一寸感光元件的主镜头 我们完全都还没有讲到耶 它也是重点之一 那因为它拥有大底的感光元件嘛 所以我发现 例如说你用一倍去拍摄美食 或是一个比较有主体的进物的时候 边缘其实都会有很自然的物理景深 它不是用运算的 它是物理呈现的一个景深 这点我很喜欢就是你拍摄 你不用特别选人像 但是你的主体呢也会更突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细节 但是要说到一寸感光元件的主战场是什么呢 夜拍对吧 香港实测的重头戏 那其实我们上一支影片呢 后段在冰雪奇缘 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趕快去看那支影片 很好看 它那边其实当天已经是天色已经蛮暗的 但是拍起来 露营喔 其实光很美耶 然后亮度也很足够 所以这就是一寸感光元件的一个主战场了 那我们拍了很多香港的街拍 像是霓虹灯 红色的迪士 灯光招牌 都可以展现它的实力 即便在夜晚就是进光量其实还是很充足 再来就是 招牌灯光都是一些高光嘛 它也抑制压制的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在迪士上面的光源反射啊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几张我自己拍的 嗯我觉得都很有氛围 很有那种 生液摄影师的实力 有没有 只是我有X100 Pro 怎样 没有是不是 哦你说拜拜 哦不需要 我不需要请摄影师了是不是 我知道大家喜欢看是PK对吧 就看到写流程和大家最喜欢 那我再拿出呢 对照组有 X100 Ultra跟iPhone 15 Pro 我们有来到就是维郭丽雅港呢 去拍摄夜景 也是必定要朝圣的一个景点哦 那坦白说 当天其实是一个蛮雾的状态 并没有很清晰 有灰蒙蒙的 那X100 Pro的夜景调校 我觉得让它呈现的很清透 就是黑的地方很黑 亮的地方很亮 那颜色也很准确 再来的这组是长焦夜景的对照组 有X100 Ultra跟iPhone 15 Pro 坦白说这个样张呢 X100 Ultra表现是最差的 大家看成像应该也很明显 它造点很多 高官招牌的高光的部分呢 几乎都过曝葫成一团 怎么回事 我就说不出话来了 iPhone 15 Pro和X100 Pro的表现 其实都还不错 但是相较之下呢 X100 Pro的颜色的清晰度 又更好 除了夜景之外呢 这次X100 Pro还有全焦段的人像 那也有组合好的人像镜头套件 它的差异是什么 如果你是用手动选的话 你可以自己设定焦距 跟所谓的菜式的光斑样式 都有很经典的光斑 那些英文呢 我们把它上上来 例如说三角形的光斑 零形的光斑 都是菜式非常非常经典的光斑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设定焦距 搭配你想要的光斑 那如果是镜头组的话呢 它就是自己都帮你设定好的 例如说100mm 它可能就会帮你用这个 那85或是25 24它可能就会帮你用另外一个光斑 是设定好的 那夜间人像 欸 再来比一下 在一倍的时候 我觉得三十手机的表现 其实蛮可圈可点的 都有去拉亮人脸啊 然后人物的边缘的景深 其实运算的都还不错 夜景的景深虚化也很好 那iPhone的肤色呢 真的就是还是不太友善 在长焦人像的差异当中 就会更明显了 就是iPhone真的是原相机 就是把人的瑕疵缺点又更突显出来 有没有要这么逼人 那在人像的部分呢 Vivo呢会有内建的美颜 那我觉得相信对一些用户来说 我来说是非常加分的 那人像照的部分呢 我个人其实会蛮喜欢三星的 因为我觉得入场的品牌啊 有的时候对于人像的调校感 还是会稍微重手一点点 不过这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的人像呢 你到后置都还是可以去稍微调整 例如说你的光圈可能不需要这么大 你的景深可能不需要这么模糊 就不会有太多的运算感 还有在对焦点也是可以做变换的 所以这就跟iPhone的人像对照 其实还蛮像的 所以在香港呢 我们拍摄这些的人像照 我真的都非常的喜欢 那补充一下 前镜头是3200万画素的前镜头 也给大家看一下实拍的表现 再来这一次呢 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是浮水印 蔡司跟Vivo呢 因为合作很多年 他们都很会玩浮水印 这一次加入了 你可以自定你自己的头梯 例如说我就放上是Lisa 然后可以就是我的签名 这样好像又更专业了一点了 讲完了影像拍摄录影的部分 我觉得相对其他频道好像比较少聊一点 但我觉得也蛮值得去聊的 这一次X100 Pro的录影最高格式 是来到8K 30fps 那我们在拍摄上 其实以创作者来说 4K 60fps就很好用 而且它是全焦段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出去拍摄我不用思考太多 我每个焦段都可以拍摄这样的规格 再来就是呢 它的变焦我觉得几乎可以媲美 iPhone录影变焦的那种丝滑感 那我甚至觉得也处理得比三星的好一些些 当然必须要说变焦的丝滑感处理最好的还是iPhone 不过最让我惊艳的其实是它这次的电影人像 它的电影人像呢可以拍摄到4K 30fps 是1倍2倍到4.3倍 甚至比我手中的iPhone 15 Pro的3倍还要高喔 如果要拍摄4K 30fps的格式的话 那表现真的都很不错 不过我现在有测试到说 它的这个电影人像啊 感觉是它的内建 就是它还是会以人脸先绝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想要拍一个前景的时候 它如果一针套我的美脸 嗯它也是会跳到我的脸上 这个就要一直手动的去调整 那或许我会希望它说可以是有物体 或者是前面就是以对焦距离来做一个决定 不过这个的算法呢也会跟iPhone 其实算是蛮类似的 再来要提到一点 它的电影人像一样是可以后续去改变对焦点的喔 这个就我所知目前应该是只有iPhone 跟安卓家的Vivo X5 Pro可以做到这一点 三星或其他厂牌也都没有办法有这个功能 所以在电影集的人像录影 反而是这次我觉得特别惊艳 也很意外我的一个表现 总结来说呢 这次的X5 Pro拍摄 我觉得三颗镜头都很能打 你从微距到超广角到长焦望远等等 都可以各自拍出很好的影像表现 那影像晶片我们并没有特别提到 它有内建一颗V3的影像晶片 可是你从前段的一些实测照当中 都可以发现它在人像啊夜景处理啊 甚至电影已经录影的那种运算能力 其实都是这颗晶片展现出来的 所以我会形容它就是那种 我们不是会有那个技能数吗 就是大家有在玩 电玩吗 技能数 它的摄影技能就是各方面呢 都点得很满的一只手机 那如果我要特别讲一个短处 可能就会是 我觉得入场的品牌呢 有的时候会有过度运算照片的那种痕迹 我自己会俗称就是啊 加了比较多味精感的照片 例如说我们同一个夕阳的场景的照片呢 各家的橙色就会差异很大 但是当然你现场肉眼看呢 绝对不会是这么的橘黄一颗蛋黄嘛 不过它就是帮你调校好 你其实可以直出就可以发到你的社群 所以我就是看各自对于影像的表现 我总体呢 哇 我们很完整的实测 先提供给大家啰 来讲一下外观 很简单 我觉得比X90系列好看很多 X90系列那时候就是觉得 要居中不居中 要边边不边边 它说是天元地方的设计嘛 那我觉得整体设计好看很多 我手上这款是蓝色嘛 那它其实你仔细看呢 它会有很像一条一条 他们说是日月如果有拍摄新轨照的话 就知道这个新轨照的线条 因为呢它的整个设计的设计语言 确实就是用日全时跟星月下去做设计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那我自己特别最喜欢的是 它的这个外圈 它虽然镜头模组很大 但外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科文细节 我觉得如果做成像是巴黎式丁那种纹路 其实就会更有那种精品感或钟表感 其实已经非常像了 那我手中的是星基兰 它还有陨石黑 跟一个特殊色是旭日成三个颜色 特殊色是只有在Pro款才有的 它是一个皮革的设计 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好看 我个人会俗称它是爱马仕橘 过去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国际市场的规划 但是因为网络讨论度很高 所以Vivo台湾呢有把它 争取进来卖国际市场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大胆配色 你比较喜欢手机 不喜欢跟人家撞款有识别度的话 我个人真的会很推荐橘色 爱马仕橘 大家可以去现场摸摸看 手感部分呢225克 算是偏重的一个手感 但是它有一个最知名的缺点 就是它会头重脚轻 那它本身又非常的滑 所以对于奶油的手来说 真的很不友善 那橙色的皮革管手感会好一点点 但不是重量部分 就是手感的部分 再来就是这颗镜头模组很巨大 它会比较能力有颗状的风险 再来放在桌上呢 也会有一点就是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再来最影响我就是 我们要玩手游嘛一定都会横着 你不管再怎么样啊 其实手一定都还是会摸到这颗镜头模组 不见得会造成刮伤 但是绝对是指纹满满的 所以每一次呢我要在拍摄的时候 一定都要稍微的拿来擦一下 萤幕规格我们把规格上给大家 我觉得一点想要提出来 就是这个价位带没有来到2K的解析度 我觉得算稍微可惜一点 不过大家想得到的 该有的支援都有 那包括呢它是用AMOLED的萤幕嘛 大家会比较要担心屏闪 它有一个206Hz的一个护眼调光 那再来就是处理器了 天玑9300一个全大核的CPU的架构 然后是台积电第三代四难免的制程 天玑930车处理器我自己也是满期待 那这个时间点很特别是 我刚好有拿到一款S8 GM3的手机 但是呢上面的时候我们好像还不能公布 所以呢我们就把一个对照组呢 放上来给大家参考 两款手机呢也就是今年度 其实最值得期待的两大阵营的一个处理器 其实在安兔律座跑分都有冲破200万分的一个成绩 我觉得非常惊艳 但是两款手机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它在跑分的时候温度上升都来的比较高 像是各自有13.8度到14.1度的一个温度上升 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在Gitband部分呢 单核实力差不多 但是在多核的表现 天玑9300 竟然超越了我们的S8 GM3 所以这两款呢 等到该支手机可以公布的时候 好好的来帮大家做一个对照的实测 再来就是电力续航的结果 这次我觉得蛮厉害的是 它在重量没有变的情况下 但是电池加到来到了5400mAh 5400mAh都比目前市面上的旗舰机 又来的更大一点点 它的能量密度也有所提升 不过我觉得看数据最准确啦 它搭载的是100W的有线闪充 然后50W的无线闪充 我觉得无线充电也超级快耶 很惊人 那数据是5分钟就充满20% 10分钟会来到40% 大概32到35分钟 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你就可以满电了 所以我化个妆 出门 我手机绝对就是会满电 那在PCMark的测试呢 我们要是测试的一些数据 给大家参考 它有突破13个小时 目前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13个小时以上 就是前段版的一个水准了 最后就是容量 版本跟售价上给大家 总结来说我觉得X100 Pro 最后就要出一张很不错的成绩单 在效能续航各方面都很能打 再加上令人惊艳的拍摄能力 我觉得它就是一款啊 如果你不太满意你的女友啊 或另外一般或男友啦 出去帮你拍照 你都不喜欢 那我觉得X100 Pro 其实会满适合的 就是直接给它就可以有很快速 又很好看的成像 那很多人在讨论说 到底之后会不会有新品啊 呃现在有很多传闻说 可能会有X100S 或X100S Pro 那我就想说其实它的规格各方面 已经给到满顶了嘛 那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其实 现在都是传闻而已 不过我会觉得啊 假设你还是有一点期待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再等等看 因为现在传闻大概是第二季 都会有一些可能后续的机型会出现 那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 它会使用平面萤幕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平面萤幕族群的话 我觉得可以再等等看 最后呢就是天玑9300 跟S8 GM3处理器的手机 都准备在2020年上市啦 那这个 诶 这也是我们 1月 就2020年 第一支录的影片耶 所以满期待后续的表现 所以1月我们已经开工了 其实开机前1月是爆炸的 代表也不错 很好 那就希望 今年2024年大家就是陪伴我们啦 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X100 Pro 主要在影像规格的一些分析 就提供给大家 那我是韻鱼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你这支去香港帮我奶油手发挥 有吗好像没有耶 那是食物而已嘛 对啊是食物嘛 这这支是没有啦 这支是没有 没事 那今年会有几支 今年不知道耶 希望今年可以再出国 拜拜